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节日 冬秋节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今天是 嗯 今天是还有一个月 今天今天是七月嘛 龙历七月 杨历八月十四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到这个节日 他也是我们的 上次讲的中间一样是中国一个节日 嗯 八月十八月十五这个节日 八月十五号 那月农历啊是中国的 然后又被称为这个节就是被称为 祭月节 什么意思呢 祭月节 有时候月亮不是弯的吗 有时候是圆圆的 就是他们基本上在相互 到了八月十五那天 那月亮就肯定是圆的 然后就是这个的 他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比如说也就是公元前 千多年那种呀 千多年那种呀 多年四千多年五千多年 然后一直到汉代 这是一直到 大约这个时候就被正式定险了 今年不是2022 二 就是一直都就这么多年前历史了 基本上 他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 印于唐朝初年 就是六八这个年代 然后后面就一直盛行了 就是四大传统节日就是有 中秋 还有一月一日的春节 四月五号的清明和五月五的端午 四大传统节日 我们附近的几个国家 像中国 还有 中国 日本不知道过不过 也反正大部分都过这一节日 然后放一天的假 中秋节和月亮 和月亮 月亮是 相当于是 逆不可分的 那天的月亮肯定是圆的 或者讲什么呢 就是啊 就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月亮和太阳 就是至高无上的相当于是 当然太阳可能在 要更的 更加厉害 更加高一筹 但是月亮它也不甘懦厚吧 不甘懦厚那种 它就是我们 它过的这种象征是 然后有什么习俗呢 就是有一种饼呢 我们称它为月饼 大概 那就长这样 丰厚月饼 然后里面可以包很多像糖 这些很甜 这些很甜 糖啊 肉啊 肉 也可以什么馅都行 有甜的有咸的各种 味道都有的那种 就是月饼 就是中秋节的 中秋节主要习俗就是这个 当然有许多神话故事呀 就是 对点 现在那个就是讲一个叫 嫦娥的仙女 为了阻止坏人就 跑到了月亮上面 建了一座 宫殿 你们为了纪念它 你们为了纪念它 就是 月亮它有一个宫殿叫广寒 这个意思 你们为了纪念它 你们为了纪念它 所以就有了这个节 就是就是中秋节大大致的游览 然后还有呢 因为中秋节又被称为八月十五 所以我没有称它为 月夕节八月节八月半 有七月半 上次讲那个中元节叫七月半 这个叫八月半 今天就普及